就在我們中間 你知不知道神在我們當中 兩個人就已經在中間了 不是兩三個 兩個人就神在中間 因為我們奉耶穌名聚會 奉耶穌名祈禱 奉耶穌名祈作者事作那事 我們信 一定要信 所以在小楊潘時供裡面 未來我們要出去 無論是我們印尼的團隊 或者是我們香港的團隊 我們要出去 去帶人信耶穌 帶他們回教會 或者他們禮拜天很忙 我們都要出去 我們禮拜天聚會 我們領他們歸主 他們能不能回到禮拜天的 就回禮拜天 回不了的 我會鼓勵他們回禮拜六的 禮拜六有一間教會 就是使徒行轉教會 晚上 7.9 沒關係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大人信不信耶穌呢 至於那些羊是 Belang誰呢 是Belang耶穌 不是Belang那個Church的名字 而那個教會的名字的目的 是有異仗有使命的 如果我們順復的 聖經講 先知的靈圓順復先知 如果這間教會 這個使徒行轉教會是被神使用的 我們應該是支持他們的 我本身知道我的呼照和使命在哪裡 任何一間教會真的做得對 我要支持他們 所以我把我的學生 如果他們有些禮拜不能回到教會 我就先鼓勵他們回禮拜 不要緊的 因為羊不是我的 是耶穌的 哈哈哈哈 阿伯利亞 所以他們一定要支持 而且造就勸勉捍衛 是要有鼓勵的 最大的鼓勵是從神來的 是嗎 神職也是從神來的 人做不到神職 是聖明做的 所以在我那個分享裡面 使命必達 就是透過行動 好了 我說了 使命的 要action的 好了 你要分享些什麼呢 就是除耶穌以外是別無拯救 但是你沒講這句話之前 你應該是關心他 和我都關心他 讓他知道聖明在當中工作 讓他第一部份是要等的 等聖明工作 不要自己話語多演出愚昧 有時候我們去安慰人 鼓勵人的時候 我們會講了很多律法的主義在當中 應該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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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了 是聖明你應該在當中做 去做感動 觸摸他 感動他 讓他經歷到神的愛 他經歷不到愛 他何來會回轉呢 他經歷不到畏障 畏畏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他又何來更新呢 我很強調聖靈 所以我有寫聖靈 聖靈就是神的大能 當我們講聖靈 我們又要講耶穌 又要講天父 就開始又要講三位一體了 剛才我跟誰說 我會講三位一體 但是 我跟很多人講 基督教的信仰用三位一體呢 就是三二一這個呢 三二一都OK的 但是很多被信耶穌的人 或者很多的學者 或者是知識分子 他對三位一體的理解呢 是很不同 怎麼三位一體呢 連這個位呢 我們都要更新一下 我叫更新版 看看你怎麼看 我的看法是什麼呢 用一個位的話呢 就會有誤導成文 誤導什麼呢 有三個 三位嘛 但是又要一體 那怎麼知道一體呢 他們會混淆的 我應該是怎麼說呢 今天我想講這個根新版 叫根新版的 我不是反對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的名字 這個是從神學院來的 在聖經真的沒有說三位一體的 聖經真的沒有說三位一體的四個字 他只是描述了 這個神是有三樣 三二一的東西 怎麼會叫三二一呢 譬如剛剛 我用負 負是一個身份 是不是 牧師是一個身份 這個身份 是負 子 都是一個身份 是不是 聖靈 就是神 是個靈 神的身份上帝都是一個身份 知不知道 稱之為身份 我們為什麼會稱神呢 神是有個位格 我們所謂的衛格 現在說衛格 又是個位字 他是一個的身份 天父 而這個身份 天父的身份 他是一個靈 是你肉眼見不到的 記住 永遠要記住 你是見不到上帝的 不要搞錯 你是見不到上帝 你是見不到天父 你是見不到聖靈的 但是唯一一樣東西 可以透過耶穌 你可以看到神是怎樣 意思是 你看到耶穌 就是看到天父 你要永遠記住 你和他分享的時候 如果這個神要顯現的時候 他是要在肉身顯現 聖經講的 經見的奧秘 無人不以為然 就是神在肉身顯現 在肉身顯現 是不是 設神本體的真相 我擺一根拋書包 背經給你們 是聖經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不是在講三位一體 我是在講耶穌 是神本體的真相 但是最大的是誰 你知不知道 真是耶穌講的 不是我講的 父是給我大的 他講到身份來講 父是給子大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父親是給子大的 一定是 但是父是 是個靈 我們用心靈與誠實去敬拜 我們去敬拜神的時候 這個父神 是用心靈與誠實去和他溝通 真正來講 我們要見到的是耶穌 而耶穌本身就是我們的天父爸爸 但是耶穌本身是以子的身份來這個世界 所以為什麼他在腳淡河受震的時候 聖靈降臨的時候 好像仿佛像甲子降臨在他身上 記住啊 記住啊 是仿佛 不是真的好像一隻甲子那樣 有隻甲子那樣 降落在他身上 好像在耶穌子那樣 有隻甲子那樣站在他身上 這個是不是聖靈呢 那個甲子那樣是聖靈呢 不是 是彷彿 好像風 正如耶穌跟這個尼哥底部說 風隨便意思吹 你不知道靈怎麼來的 神怎麼運行 你怎麼看 會看到一些動靜的 聖靈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聖靈的運行 有人會流淚 有人會經歷到那種的震撼 在震撼裡面 你從你的肉身 你會流露出聖靈在當中 在那裡苦惑我們 安慰我們 激勵我們 我們自然就會有動作的了 舉手啦 哭啦 笑啦 哎呀 多謝耶穌啊 這些完全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是見不到的 但是他會在你身上彰顯 有個moment 這個moment 這個時刻裡面 你會看到那個腳 動作 文歌 你就會起舞 聽到歌 伏木那樣站在那裡 見到很多人跳舞 自己連跳 可能他感覺不到 因為他本身就是聽不到 看不到 是不是 看不到 我怎麼做 是吧 而三而一的訊息 一定要記住 聖靈是最大的 為什麼這麼說是最大的 耶穌都要被聖靈引導 明明我在說什麼 耶穌都要被聖靈引導 那你認為 耶穌可不可以自己說要聖靈 聖靈 不行 但是你要知道 聖靈引導耶穌 進入抗野的時候 是神的心意 當我們要知道 沒有了聖靈的話 耶穌不算是什麼 但是又要話說 有聖靈 有天父 有這兩位 那個 稱之為慧革 但是他不是有一個 肉 一個身體在當中 只有父 懷女的獨身兒子耶穌在當中 所以沒有耶穌的肉身顯現的話 這個救贖或者這個救恩 就不能夠成全了 始終都要有一個 耶穌的肉身顯現 才可以成全了那些三而一的 所有的功能 什麼叫功能 是不是 神使得運行在水面上 神說有光就有光 神就創造天地 神是用說話創造天地 但是神說明 還沒創造世界 神就已經立了耶穌成為基督 意思是什麼呢 我用一個想像力 整個宇宙 整個宇宙 是空虛混沌的 是吧 但是神的靈 意思是突然間 好像科學家都發現 良子 原子、良子 現在說是良子 甚至有一個科學家說的叫做神